好,那接下來我們剛剛已經推論 所以第一個寫完之後 然後用推的嘛 推的之後的話尾巴要個換行 然後再把這個第二個 把它加在這個底下 發現其實 如果土法煉鋼的話是可以寫得出來 那只是說土法煉鋼一定是不優化啦 城市如果這樣貼的話 至少呢 恐怕要增加 可能要 等於底下都要三行 三八二十四等於多二十四行出來 好像 城市這樣看起來怎麼看都覺得太複雜了 但是啦如果你將來要解決問題 你還是沒辦法 你就先可以亂再說 再去慢慢思考 如果把它優化 先求有嘛 再求好嘛 所以如果已經 大概知道方向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的 一、二、三到九 把它加一個那個什麼 變成一個i的變數 那加的地方的話 我就把這底下這兩個 可能把它delete掉好了 那加在哪裡 我的習慣是加在最上面 所以上面的地方先加一個enter 然後你就打什麼 打for i in range 所以我習慣 拿這個forzena來改 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直接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可是同樣的問題 就是for回圈不允許 兩個for回圈在同一階 所以底下的記得怎麼樣 把底下這三行 選起來就按個tape鍵就好了 也就是說 這三行 搬到 這個回圈的 下一階 這個回圈是j 意思就是說 我先產生i 然後呢 等到i 先產生1對不對 然後底下的j就是先幫我跑1到9 然後跑完1到9之後 再回到上面之後的話 i就變成2 然後再跑j也是1到9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規則好像跟這個蠻像的 剛好就是 這邊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就有點像這邊是先產生i是1 然後j是1到9 沒錯 那跑完之後的話 再變成i變成2 然後又1到9 剛剛好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如果假設這個邏輯是通的 那應該就OK了 所以再來的話 底下 我們只要把這個i 改到哪裡 改到這邊 這個1的話 把它改成i 改的話 當然把它先delete掉 那比較快的方法 直接拿這個str 有沒有 因為它要轉型 所以我直接拿j 拿來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這個改成i就可以了 OK 等於是 先把i放進去 然後串一個乘號 然後再串它的那個倍乘數 然後乘機的話 就直接把i改成i就可以了 OK了 寫完了 這樣就改完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改完的結果是不是符合我們要的 把它執行看一下 你會發現很神奇的一件事 發生了 OK 出現了 有沒有 所以99乘法表 就這樣子 就成功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將來的話呢 一個表格資料有類似 所以你只要知道 然跟列 所以以後我的習慣是 反正列 都會用i來當成是列號 橫向的 那重向的是藍的話呢 我會用j 這就是我個人習慣的寫法 當然你們可以自己有自己一套的寫法 你說老師我不習慣用i跟j 我用其他可以啦 可是問題你要能夠掌握 你不要自己這個地方取這個名稱 那個地方要取另外一個名稱 這樣反而會讓自己很混亂 想一個方法越簡單越好 OK 程式越寫難越好理解 盡量不要用背的啦 背很多將來自己 反而會痛苦啦 因為如果你忘記怎麼辦 好 所以寫完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這樣子已經完成我們 一個階段 但是還有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話當然要讓程式更優化 那哪些地方可以優化 其實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STR要轉型 因為它這個地方數字 跟文字要串在一起 那一定要轉成文字 才能串在一起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 哇這邊光STR就要用三次的 所以呢如果假設 你會遇到那種 文字又要串變數 然後變數要轉型 轉型之後再串接 很麻煩的話 那建議各位可以 寄一個函數叫format 這個format函數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呢 以後呢變數的位置 你就不用再一直轉型了 你只要把變數的位置 放一個大瓜糊就好了 也就是說變數的位置放個大瓜糊之後 就可以用那個大瓜糊來代替 所以我寫一下這個format其實還蠻常會用 而且蠻好用的 蠻重要的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怎麼改 我直接拿這一行 直接把它複製一行到底下來改 上面這一行我保留 所以我把它前面加一個那個警字號 一般警字號就是直接按 Ctrl-E Ctrl-E只要在這一行的任何位置 按Ctrl-E它就註解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主要有的時候你不確定你改這個程式 改完之後是不是更好 那你不能說你就自己開始改 改完之後發現不對沒有比較好 所以後來發現忘了剛剛怎麼 原來的寫法那就麻煩了 所以一般習慣是 就是會在修改之前先把原來的程式複製一行來改 那改的方法跟各位講 這邊的話呢你可以在 這個前面加一個這個format的敘述的方法 一般習慣這樣 它一定是個文字 所以文字敘述的話呢 就在前面加一個兩個雙引號 然後呢我們規則 它的固定規則一定是一個變數乘上第二個變數 再等於最後的結果 那總共的話呢會有三個地方是三個變數 那我們第一個給它大瓜糊 然後中間加一個乘號 第二個變數呢給它第二個大瓜糊 再等於什麼呢 等於第三個的結果 當然你也可以 這個除了可以放變數之外 也可以放那個運算結果 那後面的話呢我們直接什麼 再加一個 針對這個雙引號文字的後面加一個點format就可以了 那format的話呢 因為前面總共有三個大瓜糊 所以呢記得喔 如果有三個大瓜糊的話 那你後面的format就必須要給它 三個變數的參數 所以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一個樓過一個坑嘛 這個是什麼這個是i 第二個是什麼 追嘛 第三個什麼呢 那就i乘追 那後面的寫法就可以拿掉 後面記得喔 如果你後面拿掉的話 一定要保留那個把enter拿掉的這個敘述 好 這樣的話呢 還有一個 那個什麼 tab符號 所以tab符號 記得要加在這個的尾巴有沒有 所以反斜線t ok 好 那程式就寫完了 那兩者之間比較喔 其實我比較推薦各位將來可以記一下那個format的寫法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把那個格式喔 有沒有 跟那個變數喔 把它分開來 前面以後的話 變數通通用大瓜糊來表示 然後呢 將來你要怎麼樣把變數放到這個大瓜糊裡面呢 直接在format裡面去做處理就可以了 所以前面只要有三個大瓜糊 後面的話呢 就會需要有三個變數 或者是運算結果啦 所以第一個就I嘛 第二個有點像這樣 一個蘿蔔一個粉 所以前面有三個 那我就在後面呢 先把第一個放到這裡來 這個J就放在第二個 這個的話呢 就放第三個 那幫我把它print的結果出 記得尾巴還是要一個這個tape符號啦 那把它print一下 結果應該 就會是跟剛剛的 應該是一模一樣 有沒有 沒有差別啦 那只是說呢 如果這樣看起來啦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下面這種寫法應該會比較清爽 有沒有 OK 只是說你們可能要稍微再習慣一下 這樣的寫法 因為等於是說呢 它可以把什麼 把你的變數 就直接抽離出來 不用一直在那邊轉型 很討厭 常常忘了轉型 程式就發生bug了 OK 所以這個的話呢 程式 寫完的部分 那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或者你們講義裡面也有啦 應該是在這邊 有沒有 封面的輸出這裡 OK 寫法的話呢 可能要稍微擠一下 這個還蠻常會用到 OK 那 Format的那個大瓜府裡面 其實還包含了 除了可以放變數之外 將來其實是可以做格式化 比如說你要取到小遜的第幾位 其實也可以在大瓜府裡面 做一點點的格式變化 OK 目前如果假設啦 你只是為了要放資料的話 你是可以寫成 剛剛這樣的寫法 好 另外的話 其實 你如果覺得這樣子改 還不夠簡單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只是說我是怕各位這樣會不會 用它在寫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不用format的話 另外有一種是用f小寫的方式 又更簡單 你說老師那如果format這樣看 既有點麻煩 那我可不可以換個方式 其實是可以喔 直接怎麼樣 不要點format 直接把什麼呢 把i跟j 跟i乘追直接放在哪裡呢 直接放在這個大瓜府裡面 然後可是你要記得喔 如果你這樣寫 前面一定要有一個小f的符號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程式會發生錯誤 記得喔 如果你不用點format 那麼麻煩的話 還有一個更精簡的寫法 就是小f的寫法 這個小f的寫法 我看一下 結果一不一樣 應該也是一樣 一模一樣有沒有 可是有沒有更簡單 好像又更簡單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資料 不要轉型 直接把資料 一個變數 串在一個字串裡面的話 另外一招 就是呢 直接加一個 大瓜府 然後把變數 放進去 這樣子也是OK的 可是如果你把他放進去的話呢 記得喔 前面一定要加一個小f 如果沒加的話 應該會發生bug吧 或者是輸出結果 應該會變得蠻奇怪的 如果你假設沒有加一個小f的話 他輸出結果就變這樣 因為他不知道這個是一個格式 OK 所以喔 記得喔 小f 一定要把他加上去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很精簡地輸出 我們要的結果 這個小f 實際上就等於 format的寫法 其實倒也是一樣的 只是說更簡單 這個的話呢 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五頁的地方 OK 試試看好了 那當然 我問的chall gpt 其實寫出來也是一樣 我想也沒什麼差別 所以其實 chall gpt在那個 程式的撰寫上面呢 理論上也可以提供蠻多的參考 其實翻譯一模一樣 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變數取的名稱不太一樣 他多了一個那個相成的結果 成績的部分 他有沒有第幾行 他好像會有行號 有啊第五行 CREED